Hello 大家好 我是金蛋 正所謂三千煩惱絲 雖然我的頭髮看起來長髮飄逸 但其實他們已經壞到不行了 所以今天呢 我就來改頭換面了 所以大家一起期待一下吧 Let's go 今天要介紹的就是這家 Kantomo Ska Taomo 2017年有兩位龍蠅人 創立了第一家分店 兩年後加入兩位新夥伴 創立了第二家分店 今天除了改頭換面之外 也帶大家一起了解 他們背後的創業故事 OK 隨意想我們就請到了 其中三位老闆在這裡 打招呼一下 Hello OK 所以可能第一個問題想要了解一下 可能你們可以各自介紹一下 接下來就是你們是怎麼樣開始加入理髮這個行業 OK 其實我們主要都是美髮飾家 哇 美髮飾家家 對 從小就有接觸屬於那種理髮的東西 所以就對頭髮方面會比較感興趣 所以我們也漸漸的踏入這一行 所以你們是就是中學畢業了 就去學這家手藝嗎 嗯 其實我在中學的時候都有接觸 因為幫幾姐一起工作 然後一畢業了過後 我就踏入這一行的旅程 就開始到現在有十多年了 嗯 所以大概都是一樣的一個歷程嗎 差不多 我是媽媽媽 我媽媽的話 因為我在家裡小從小就有接觸了 嗯 所以就可以算從小就有接觸了 所以就可以算從小就有接觸 幫忙做一些 接觸到這個美髮啦 幫忙做一些洗頭啊 充血之類的東西 嗯 我呢是中學畢業啊 中學畢業才慢慢有接觸 因為我姐姐是當中學畢業才開始她自己的理髮院 所以我是偶爾去幫忙做麻 這樣子 後面才去新加坡區的這樣一個 嗯 一開始是你們就已經講好三個人 有一天要一起開 還是個別都有這個夢想 然後有一天她講 欸我想開一間我想開一間我想開一間 欸一起開啦 是怎樣的一個 其實我們在一起做美髮行業的時候 我們就有 嗯 有討論過說欸 可能有一天我們 可以一起開一間美髮院 可是 就慢慢的經歷一些東西 可是到最後還是有實現我們想要的這個夢想啊 嗯 可以講是一開始的時候就有討論過 對 可能可以一起做這樣的事情 對對對 嗯 這個專業應該是不是一個人嘛 應該是一個team 嗯 一個team 所以是怎樣的一個契機之下 哪一個點上 你們覺得欸準備好了可以開了 OK其實這個是在於種種原因 然後又有貴人的幫助下 嗯 讓我們完成我們的這個心願 我覺得主要不是貴人在幫忙指點這樣子 所以 嗯 我們就 成功了 做了這個 什麼呢 所以那個貴人主要是做了什麼 讓你們 這麼 覺得自己 可以的 貴人做了什麼 我覺得那是給我們一點推動力 嗯 第二就是給我們一點緊張的那種氣氛 為什麼呢 這樣 他會跟我們講 如果我們年齡幾歲啊 結果我們也不不年輕啊 差不多我看到 麥片30 嗯 他會他有給我們一句話 我覺得是最 最蠻蠻 我覺得蠻受益量多的 嗯 然後我們也還有多個4年給打拼 嗯 然後我們看到這 4年來 算整10年來啦 嗯 我們累積下來 一路來做的那個 我覺得我們的 客流量 客流量已經是不錯啦 嗯 我覺得我們的基礎已經是不錯啦 嗯 而且累積了整4年了 嗯 我覺得是時候 我們也應該是 要 迈入另外一個理程啦 所以我覺得 這樣整個時候就 刺激到我們可以去 踏出這一步 所以其實基本上就是 就是已經累積了一定的 錢啊 然後客員啊 就是這個貴人 退了你們一把 嗯 趕趕去做這樣 主要 前後面還是有貴人想做 啊 貴人也有方便想 對對對 2017年開第一間了嗎 對 然後2019年開第二間 那 是什麼樣的一個 也是怎樣的一個點 讓你們覺得 欸我可以開第二間了 這個啊 這個啊 這個的話 其實也是 講得也是幸運 也是有 Tensity 人和 我一定有貴人 哈哈哈 貴人啊 貴人也是有 貴人一直都在 貴人一直都在 所以我覺得是Tensity 人和事 你知道嗎 剛好 那段他也回來 簡直在新加坡打拼了嘛 哦 然後就 回來 又和另外一個 同事 嗯 OK 那也是回來 這樣我們覺得 需要是擴充 擴充的時間 而且這點我覺得 應該是 我們 我覺得 這點也適合我們去刷長 我覺得在這個契機下 是時候我們需要去 就是人也有了 第一間也穩了 所以就是 是時候再拓展開的人 對對對 我們需要把握這個機會 我們需要把握這個機會 去闖闖看 嗯 那你們都是Longing人 Longing人 對對對 那為什麼會想要拍在行程 或者是想要回去拍 OK 第一點當然因為是城市嘛 嗯 OK 城市的 城市的方面是 是沒有辦法的人流量流過來 嗯 然後再加上接觸的 接觸的信息比較廣 嗯 然後 我可以接受那種潮流 那種 那種 思善 那種想法會比較多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頭髮 也需要我們 會比較多 那種 我覺得 我們的藝術 我們的手衣 方面 再可以整整發一個 也比較多元化 嗯 比較多元化 你就發揮的空間比較大 對對 發揮的空間比較大一點 那其實我有發現這個 文革理髮店的名字非常特別 叫做 Cardo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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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OK 那樣子 為什麼會想到這樣一個很特別的名字 OK 其實 其實一開始我們講真的也蠻糾結在這個 這個 Cardomous的 因為 我們覺得 Cardomous 可能 有時候給人家也可能會有一種熟悉的感覺 可是 到底我們決定的 為什麼要學這個名字 因為我覺得在於 呃店名方面 最重要的東西是讓 呃 客人 或者 經過的人 嗯 家過的人 他們都比較容易記得 我覺得這是店名的一個 本意就是 比較容易讓人家記得 我覺得才是一個最好的一個 嗯 一個名字 因為如果你取到在華麗的名字 人家不記得 其實都是 白取的我覺得 嗯 我們也覺得 這個名字呢 其實也蠻適合我們 因為我們其實 私底下都蠻 幽默也蠻可愛的 我覺得 欸 這個也符合我們的一個 形象 我覺得 嗯 沒有 鏡頭銜也是很可愛對不對 哈哈哈哈 應該都是我比較可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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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也是也是 就是人家外型有事 身形的 有外型有事 然後我們就 也翻譯了這個 英文叫Cardomous 我覺得 我們還蠻喜歡這個名字 嗯 就是 嗯 就是好記 然後又 有點特別 對對對 然後其實雖然 講到好像Cardomous 好像比較 嗯 通俗一點 可是 你聽那個Cardomous 也是 高記 也是有同時都存在 看你平常進來一個感覺 哈哈 就是一個通俗跟高記 同時存在的 哦 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 就是你們不是開在mall 也不是開在那種 排店 而是開在我們所謂的花園戶 對對對 對 為什麼會想要開在就是 屋子裡面這樣子 第一的方面 要是開在這種屋子方面 當然 parking會比較簡單 嗯 比較容易 你們不需要在mall還是什麼 還是像普通店面 要很多parking 然後要coupon 那些事情 這邊parking會比較方便 嗯 然後再加上 駕屋子方面 它的那個空間比較大 嗯 然後比較多一點格局 空間比較舒適 這樣的話 我們有一點格局 我們裏在方面呢 我們可以隔出比較多的area出來 嗯 因為地方比較大 裏在方面呢 可以比較 特別一點點 比較多 比較多的空間 然後呢 再加上 其實我們 剛才marker也是有講 我們的影片就是 我們想要給顧客有一點 家的感覺 嗯 然後比較舒適 來到我們saloon 就不是像通常 你去saloon 真的就像 整潤的感覺 很壓抑 然後有一點 我們就是要做頭髮 就做做做做做 等幾個小時 這樣來這邊 來我們這邊我覺得 會比較放鬆一點點 然後會 讓你感覺到 比較有假的 假的味道 對 這是我們想要給顧客的感覺 有什麼壓力 嗯 一開始的一個理念 對對對 就是要製造一個 比較舒適 放鬆的一個理髮的空間 對 CADOMOS的空間格局 確實相當用心 一進門是寬敞的剪髮區 搭配明亮自然的燈光 在方便理髮師剪髮的同時 顧客也不會感受到壓迫感 燙髮和頭髮護理的時間 往往會比較長 而且有時候看起來 可能會有點搞笑 那較為隱私的treatment room 就能讓怕被人看到的你 免去了這一層尷尬唷 洗髮區昏暗的燈光 讓顧客能自然 及完全的放鬆身心 搭配理髮師熟練溫柔的洗髮 以及頭部按摩技巧 真是人生一大享受 私人小包廂提供了更為隱密和個人的空間 無論是帶伴侶、帶朋友、帶家人 都能讓你有個舒適自在的理髮體驗 所以那到目前為止 你們覺得你們在創業的過程中 最困難的時候是 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其實 在創業方面 我覺得第一點就 覺得比較難的是 人類職業 最有空的問題 因為畢竟我們今天靠近新加護 蛤 蠻多人都是會去新加護 就是會去新加護 所以我們這邊 員工方面 其實不是我們這行 其實是我覺得 整個行商每個行業都遇到 最員工問題 其他方面的話 剛開始可能會遇到比較多 就是選擇我們的產品 我們品牌方面 需要與顧客怎樣的品牌 什麼之類 這些決定也是蠻困難的 對 所以像做老闆 我覺得做老闆跟做普通員工 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現在給他動你 對 做老闆是 很多事情要親力親為 這樣跟他們說的 跟背負了更多責任 比如我們會考量到 顧客來到發廊 對於服務上面 喜不喜歡 滿不滿意 第二點可能就是 我們整體的teamwork 跟我們所有的員工 那些手藝啊 服務方面 達不達標 第二就是 會看表演 跟自己做員工 不一樣就是 員工就是 你做的方法 你會發自己的秀 如果是自己的店 你會覺得 Salon的發展 要往什麼方面 休息不是休息 休息的時候 整個腦袋還是 我們要怎麼做 對 你需要說 我們要往什麼方面發展下去 不是穩定在這個地方 也是穩定在那樣 會被 社會淘汰 我跟你講 穩定要看得比 英雄更遠一些些 你們個別或者是一起 對未來有什麼樣的展望嗎 展望 當然是 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想要先把我們第二間店 搞 搞好 就是搞有些人 讓 每個人想要剪頭髮的時候 都想到 Kadomo 當然 最好的展望說 當然是 能繼續 持續的開 我們的第三間 第四間 當然是 最好的 可是短時間還不可能 這是我們的期望 一本 一點 就是有美好的展望 可是也是 一直腳踏實地的先把 現在 我們可以有更好的手藝去 讓更多的顧客收賄 對 那你們可能 對一些 即將要創業的 年輕朋友們 有什麼想要說的話 可能一些勸告之類的 我們認為是 勇敢踏出你的那一步 才有成功的可能 要勇敢 他說他有成功的可能 可能這種部分會比較好 你是光想不做的話 對 成功 往往都與你很遠 低利的那也是很重要 不要想要太勇敢也是不好 就是你可以勇敢 但是你要去思考 我一下才做 不要就是 喔我要去 然後就什麼都沒有想 可以有計畫嗎 有一些計畫 有一些 覺得有把握的話 才去進行這樣子的東西 對 所以要一直保持那個 熱誠 然後去 努力的去經營它 灌溉它 才可以長出現在的電燈 對 要感恩的心態 感恩 感恩貴人 感恩顧客 感恩天時地利 任何 對 訪問結束 接下來是本小姐 改頭換面的時候啦 喔 我的馬尾就這樣被剪下來了 好沒有真實感喔 喔 喔原來 喔原來 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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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增加頭髮的蓬鬆度和造型感 接下來還要燙髮唷 嗯 理髮師貼心地放上隔熱棉 才不會在過程中燙傷了頭皮 還有耳朵 上機器 機器後方竟然還有小風扇 幫助散熱 也太厲害了吧 過程中餓了別擔心 這裡也提供小點心果腹唷 燙髮時也別忘了做一座頭髮護理 以幫助修復髮指 醬醬醬醬醬 大功告成 是不是很可愛呀 除了理髮之外 樓上還有指甲彩繪 紋眉及繡眉的服務 真的是一戰式變眉好去處喔 專業又可愛的他們 在等著你 今天就到Cardomos去軋頭髮吧 在等著你 大家看到對我 從來的一齣 都不見了 然後再到早前 做個小型 在等著你 在等著我 在等著你 在等著你 有些人的小型 從來的 有些人的小型 在等著我 有些人的小型 在等著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